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老师吓着了画的有点过白 今天天气外面的天气比较暗 然后我吃的玻璃又黑 然后我就想觉得怎么画不上去 怎么画不上去 一进来把画葬师都吓着了 我的观感倒跟许老师不同 我觉得他画的面露哀气 不会啊 真的有点哀气之色 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话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实在不是什么开心的话题 但是我有一个感触 最近中美两国发生这个校园凶案惨案 我的感触很一般很俗起 就是幸亏中国没有枪啊 中国民间没有枪啊 你说说你美国的这个 先说美国这个死了这么多的小孩子 广美你看了这个新闻了吗 你看到之后你怎么想 当然也是感到很痛心啊 但是我不我也不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会跑去示威啊 希望说能够这个控制所谓的枪支 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听说奥巴马的竞选基金有12%都是一些 枪汇 对他们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只是单纯的这控制枪支 难道其他的致命武器 刀其实也是可以致命的呀 中国人干的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是吗 刀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我过去我知道 美国呀 他是说有个枪会啊 势力庞大呀 甚至就是说跟他们立国 但是他们的国父华盛顿 哪能想到今天呢 就是立国的时候说 只要政府不仁不义 对吧 任何一个公民也都可以有自卫的权利 反抗的权利 所以拿枪等等 说的太多了 可是我今天认为 他们应该管制一下 这样的话 为什么 你还想靠着民间藏枪 如果真出现一个政府变成暴政了 靠你民间这几杆枪 你还真能反 他不是为了政府暴政吧 我过去听他们讲 他们的当初的基本原则是保卫私有财产吧 他就是很多人 美国的一个基本道理 就是说你自己的房子 如果有人要冲进来 他进入你的房子 要硬要拆迁的话 你就有权利开枪了 我经常得到的都是错误的教育 别人美国 你们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跟我说 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就是当时政府的一个承诺 说是如果有一天政府变得这个什么 比如变希特勒了 对吧 那么老百姓还有最后一线 同意 他应该向我们中国学习 我们菜刀都实名制了 真的吗 开玩笑 对 但是中国这个菜刀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你看了这个光山县的这个 我微博都写了 说他们武器好 我们反应快 怎么叫反应快呢 光山处理的还不快吗 一下子也没影了 痕迹都找不到了 你后来是网上报了以后 才重新来处理这个事情 同样是14号的事情 他那个线尾都找不到人了 人家马上到学校里血迹都擦干了 刷一下没有了 我们处理的效率是极快的 你怎么笑呢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不用我不是觉得好笑 我只是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徐老师的功力越来越高了 这种反讽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而且怎么叫反讽呢 而且我觉得他聊天啊 就是也越来越会说 当然我也不 我现在他会说的程度是 我都不知道该信他还是不该信他 他现在说啊 好像说到的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世界末日论 对他说是审讯了 他说受世界末日的影响 觉着大家都活不了了 但是这个有关他那个县里的 这个政府部门 还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为什么我们一下压住这个报道 就是好像因为我们得到忠告 就是啊 这个事啊 因为事关未成年人 具有怕会引起诱导的效应 所以这个过去啊 你记得有一阵闹这个事的时候 媒体之间是有这么一个互相提醒和共识 就说这不能再报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连续出了几个 连续出几个 就是说你弄不清民间有什么 这个五 我们叫五疯子 中国多少疯子 没给在掌控之中啊 你知道吗 你在电视上整天这么说说说说 真的会不会让有些人产生了这种诱导啊 他为什么要捂呢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政策 就一个地方出事情 当地的领导就 现在是 对不对 只要你出事情 所以呢 那你作为领导的话 我要公开的这事情我就完了 那我捂一捂呢 说不定捂过去了 要是没网络 就是开始的网络啊 对不对 要是没网络的话 这是捂过去 他也许继续做官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原因 也许在政策层面上值得检讨 就是不是什么事情 一出事情就是当地的官员一定要承受下台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也看到很严肃 有家长发微博说 我作为小孩的家长 希望你们别再讲用刀砍小孩这个事情 他说你这样来讲的话 中国人就只会模仿 这个背后的大前提 是我们通常讲就怎么看待民众的理性问题 就是当你把一件 美国他把这个事情讲很大的时候 他有一个前提 他就是前提 就是人在正常情况下 都不会这么做的 一定是特别有病 特别发疯 特别坏的人才会这么做 所以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事情讲得很大 我相信老百姓有知的这个权利 可是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个假定 就是你刚刚讲 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么一个假定 就是说 你这样讲了以后 那中国很多农村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学了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要放大 看你要放大什么东西 美国的这个枪击案 不止就在美国放很大 他在全世界都被放的非常非常大 我看到很多台湾的那种 所谓的一些论坛类的节目 就是他可以把一些很智慧末节的事情拿起来放大 去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只有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防范这件事情 那我不晓得我觉得可能就除了您刚才综合的那些原因之外 我觉得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性就觉得说 就是丑事不要外扬 这是第三个原因 无论是受害者也好 或者是加害者也好 他们都会觉得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 我们不要就是觉得事情只要这样就过去了 所以就像我们自己 像我们自己本身 有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所谓的负面消息 负面新闻的时候 你相信我 你身边10个有11个人都会告诉你 算了算了算了 你就当没发生 就当做没听到 你不要回应 你不要反应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垃圾 过去就算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 好像 我有一个明星的朋友 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 说你们凤凰那个资讯台 报我们那个新闻怎么瞎说呢 就可能我们那有一个记者 报人家这对明星夫妻的这个新闻 大概说的跟事实不符 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说那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这么说 后来我说那行 我帮你找找去 我找他们那个组 后来我说 那个记者没有经验 那要不明天给你更正一下 然后夫妻俩躲屋里 商量了一天 说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提了 好你明天再更正 说对不起 昨天我们说错了 实际上他们俩是怎么怎么 你说就不愿意再说了 这有点不同 你们讲的是现在传媒时代 希望新闻马上变旧闻 稀释宁人 可是我觉得你提 我们之所以不报自己的事情 报人家的事情 报得特别大 据说装电视台 装电视台是头条 这个那个新闻联播 美国枪击案 美国枪击案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是一个老套的 一个政治笑话 你听过没有 就是讲以前就是说 有个美国人跟一个苏联的人说 说我们这边自由 我们可以站在总统府面前骂我们的总统 那个苏联的那个年轻人说 这有什么稀奇啊 我们也可以站在我们的那个克里姆林宫前骂你们的总统 这是里根总统讲的笑话 里根总统对那个当时跟他一块的那个不是 跟他同时当那个苏联前苏联领导人的是谁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里根开的这个玩笑 格尔巴乔夫 我觉得那个思路啊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知道不大对头 但是前面两个我刚才讲的 一个对家长的担忧 对这种暴力事件的渲染 传媒渲染到什么 不是渲染了 就报道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现在缺乏共识 另外对官员的处置 这个程序上 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已经共同的 无可选择的进入这个媒体时代 我跟你说 我敢肯定很多个坏事 就是因为世界上有媒体 但是同时我们要知道的是 也许有更多的好事 也是因为有媒体的传播 更多的坏事被媒体阻止了 我们应该来这样说 是 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即便即便在美国也在说这个事情 你就是枪击案 谁都有枪 社会上这些所谓人格障碍的人很多 那么他看了会不会起到一个激发影响的作用 但是实际上这种事你也没法担心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最后美国人采取的态度 就是今天奥巴马那个态度 就是我们报道 我们让人民知道真相 但是我们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态度 他只能是这样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个敏雍军就是这个砍人的 你说当然咱们一般就说的是个五疯子 家里没管好的 但是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也不知道 比如说他爹现在就说 说从来没听他谈过世界末日 我们村没有相信这个世界末日 但是只是说他那天半夜 这个人在夜里狂走了一夜 就11点好像还打了妈妈 就冲出去狂走了一夜 据说然后第二天那个砍的人 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他光美你对这种人有什么解读 你怎么把你自己的 那个精神鉴定的材料都带来了 没有 其实我现在回应一下 你刚才讲的真相跟态度的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这个敏雍军他是因为